进入房间后最好能立即将所有的灯开启 拖片来源 Adobe Stock 一颗自由不羁的心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这种生活方式的同时 也要把传统的避记牢记在心 出门在外 没有常驻地的气场和心秀守护 有哪些事需要时刻注意的呢? 1. 拍照 尽量不要在佛殿之上直接对着佛像拍照 不要与风景名声中的灵性 墓地、老屋、古树等有年头的景观合照 当然也千万不要站在宝塔的正下方 避免形成被镇压之势 出游尽量不要到磁场太混乱的地方 拖片来源 Adobe Stock 2. 出游 不能和有年头的景观合照 当然也不要碰有年头的古物 食妖皇帝坐过的椅子 太监穿过的衣衫之类 3. 住店 入住酒店时 建议您先敲敲门 开启门后停留一下再进去 进入房间后最好能立即将所有的灯开启 不管看不看电视 用不用洗手间 先把电视和水管都开启一下 听听声音 让阳气充满整个空间 如果房间气场格外阴暗杂乱 建议您把所有能拉开的柜 此刻拉开 让空气流通 晚上睡觉也可以留一盏小灯通明 其中的道理相信不言自明 4. 气场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 是您自己本身的气场 所谓邪不压症 如果您的气场端正有力 自然很难受到外界的影响 出门携带净化磁场的水晶波 或者在右手上戴一串驱邪必煞的黑钥匙 都是简便易用的方法 老几上述旅游风水避迹 带着追梦的心出发吧